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講的是平台期 減脂時候的平台期 有些減脂時候減減減一開始很順利 到後面停住了不動了 可能三個禮拜一個月 體重中都沒有變 其實是他的飲食正確 一般這種情況會發生在 你體脂降到可能12%到15% 這個範圍中間 因為其實你要減到12%15%體脂肪 比較來說是非常順利的一件事情 到這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的身體一些 荷膜會發生一些變化 因為你的體重越來越低 並且你處於熱量缺口針時間越來越長之後 你身體中的一些 瘦蛋白素以及一些 基礎代謝的荷膜 還會慢慢的開始下降 會影響你的身體一些減脂的速度 影響你脂肪的一些代謝 這些變化 其實沒有什麼不好的 對身體沒有什麼不好的 不過就是會影響你減脂的速度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當然你 如果他們沒有這樣運作 當然你肢膜一直減 一直減 一直減 5%4%3%2%1% 0%你就死了 對 你脂肪減到那麼低你就死了 對 絕對死了 所以說 如果 如果你有看到有人說它是1%的脂肪的話 就是 應該不可能吧對不對 唉 不過啦 好 所以呢 你身體也不希望你死嘛對不對 你身體也不知道你想死嘛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想要 就想說 要抵抗你 對 不想把脂肪降下來 所以呢 你要怎麼做呢 這時候他做的法 他做的法 他做的法就是把一些荷爾蒙 一些 代謝率 基礎代謝下降 去減少你的熱量消耗 對 所以這時候你就容易遇到平台血 所以呢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 體脂肪降到12% 或13% 14%這個範圍時候 這樣啟動下不下去 下不下去了 對 這時候他們會做的事情就是 吃的更少 對 都講過了 先是時候 最不希望 你最不要做的事情 就是減少更多的熱量 對 最不希望做的事情就是 吃的更少 對 相反的你要怎麼做呢 如果你遇到這種平台情 然後你體脂肪降下來 就是我剛剛講的範圍 12%到15%中間 然後你可能三到四個月 都沒有任何體重 但是你的飲食是正確的 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你要怎麼做呢 這時候呢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吃的更多 很多人就是 說什麼 啊 我要瘦 可是我要吃更多 為什麼 很多人 減脂的時候最怕的事情 就是吃的更多 他們覺得 稍微多吃一點 我就長脂肪出來了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你稍微多吃 你 比方說 以我來講 我現在 維持體重的熱量 大概是2300多大卡 2400大卡 算它2400大卡好了 然後我減脂的熱量 是1800大卡 對 如果說我靠吃1800大卡 一直降到 把體脂肪降到12%左右 發現我 這一個月 我體重都沒有變 那我要怎麼做呢 我會把我的熱量 回復到2400大卡 就是回復我的飲食 回復大概一個月 不是不是 一個禮拜左右 一個禮拜左右 然後這段時間 會讓我身體進行一些 回復 荷紅 一些調整 讓我一些Lipton 瘦蛋白素 一些肌肉代謝 慢慢地恢復上來 這一個禮拜過後 你再重新回到 你脂肪階段 就是重新 你不要說我的話 我重新把熱量 降到1800大卡 繼續減 這之後你會發現 欸 體重又慢慢開始下降了 對 因為你這些 這些 痕痕恢復之後 你身體一些 運作都正常 還可以照樣 有那個熱量 消耗熱量缺口 把體重慢慢下降 不過這種情況呢 當你體脂肪越低 你會越 越頻繁地遇到它 一開始你可能 大概三四個月 才會遇到這個問題 但後面你可能 每兩個月 對 差不多兩個月 每兩個月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 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做法就是 吃了更多 恢復你的飲食 對 我剛剛講了 恢復飲食不是說 隨便亂吃喔 不是說什麼 不用在乎我吃什麼 隨便亂吃 恢復飲食是指 恢復你維持體重熱量 一段時間 有些人可能 一個禮拜 有些人如果你 減止時間比較久的話 可能你 四個月 六個月之後 才發現 體重不變 可是你還是需要繼續減 你可能就需要 恢復兩個禮拜左右 對 一到兩個禮拜 都可以 好這段時間呢 那你不用擔心體重會上升 對 如果你吃維持體重量 你的體重 你不會長脂肪 絕對不會長脂肪 這時候 你的體重可能會長個 一公斤左右 但是那個重量呢 大部分是來自於水分 身體肌肉動作 肝糖等等 這是很正常的 不用擔心 之後 它還是可以 非常有效率的減復下去 那今天視頻就到這邊 謝謝你們收看 下次見喔 拜拜